不知道大家听到纽约会想到什么食物 但其中一个应该会是贝果吧 第一家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看的是Ross and Daughters 那关于纽约的贝果为什么好吃 或者是纽约是不是真的是The Bagel Capital of the World 这些议题就是很多人会争议 那如果你有来纽约一定要尝试看看 看看你觉得纽约的贝果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吃 进来之后会觉得来到一家非常精致的杂货店 那要记得取号码牌 它会按照号码喊 那喊到你的号码就可以点餐 一早就超多人 不只是游客 有非常多当地的人 在等待点餐的时候 可以先拿饮料 然后一起结账 买到了 今天一样买了 鲑鱼加Crim Cheese 然后Crim Cheese里面也是有葱的 然后还有一个 它的 现炸柳金汁 线炸柳金汁 哇 哇 我來看看 喔 它的感覺很好 也是很幸福的 嗯 我看鮭魚很好吃耶 它鮭魚超好吃 我跟鮭魚加CreamCade蠻不好吃的 這蠻皮脆的 然後今天還有買它的 鮮大的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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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 鮮 在這家店附近就有他的咖啡 是可以內用的 用餐環境非常的好 很推薦給大家 再來跟大家分享兩家當地人很常吃的Bagel店 第一家就是Brooklyn Bagel & Coffee Company 這家也超大 啊比較可惜是我忘了家沖 只有純的Cream Cheese 讓我來試試看 超大耶每個都這麼大 我自己沒辦法吃 可能要分兩餐 那如果你們一起來我們可以一起吃 哦他的修眉很好吃 哦 Selven真的是每一家都好吃 然後他剛剛的他還有一種就是 嗯 Selven在Cream Cheese裡面 所以他就直接幫你塗上去 然後就是那個Cream Cheese裡面就有Selven 那感覺也太好 所以就看你想要分開來還是在裡面 就是他就放一點點在裡面 但是 我以後一天 也要加什麼蔬菜啊 就知道 另外一家當地人也非常喜歡吃的Bagel店 這個是Tompkins Square Bagels 這個店點是在最後面點餐 然後拿到單子之後排隊結帳 推薦給大家這種小網袋 非常好用 買回來了 這次買了一個 冰鮭魚還有一個 Bagel egg and cheese 這個是Bagel egg and cheese 美國非常流行的一個食物 然後 我自己就是沒有到很喜歡吃 但是這家的很有名 所以想要幫大家看看 然後 這個是 鮭魚 我自己非常喜歡吃鮭魚 然後 然後 在美國的話 這兩個Bagel都是everything Bagel everything肉很好吃 所以吃起來很好味道 這個是 鮭魚 鮭魚然後加上的cream cheese 是裡面有蔥的 還有一些蔬菜 來吃吃看這個 鮭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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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嗯 嗯 嗯 下的蔬菜之後 吃起來每一口都比較 會比較新鮮 沒有那麼膩 然後它的 Bagel 啊我點的時候Bagel有烤過 但是因為 騎腳踏車 比較方便 然後我不敢把腳踏車停在外面 所以回來再吃 但如果當場吃熱熱應該更好 它的鮭魚好多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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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試試看它的 Bagel egg and cheese Bagel egg and cheese Bagel egg and cheese 然後有加了番茄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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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喔如果你很喜歡吃早餐店的漢堡啊 或是很喜歡培跟起司 很推薦 如果有朋友來的話 都會帶他們去吃這家Bagel 如果有朋友來的話 那它算是一家 就是也可以很casual 然後也可以正式一點的Bagel 我很多朋友都很喜歡 然後有約的話 也會約來這邊吃 好 除了Bagel跟鮭魚 你還會看到它 陳列一些跟Kith一起聯名的商品 那一開始會注意到這個餐廳 也是因為它跟Kith聯名 如果你要去巴黎 別忘了去Kith House Adels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煙燻鮭魚 Everything Bagel 還有Cream Cheese 大家猜猜看 這是冰咖啡還是可樂 飲料我點了冰紅茶 冰紅茶 在Sadell吃的話 可以自己這樣把Cream Cheese 然後把鮭魚 還有這些蔬菜放上去 就有一種自己做Bagel的感覺 吃起來跟你直接去買不太一樣 推薦大家來紐約的話 可以選一家嘗試 那如果這四家選的話 內用就是Sadell 或是Ross and Daughters 選一家 那Ross and Daughters 不能定位 但是Sadell 可以 所以就看大家行程的安排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下次見囉 再見囉